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謂瀟灑與豁達 就是知道在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之後 仍然可以用一種開放的 快樂的心態來經營自己的生活 當別人批評你指正你缺點的時候 你承認自己有這個缺點 你可以改正 但是你不應該因為別人指責你的缺點而腦法充觀 當別人說你身高偏矮的時候 如果這個是事實你就要承認 當別人說你面貌不佳的時候 如果你確實是長得不漂亮 你不妨也坦然接受 對於不可以改變的事實 我們沒有必要過於計較 如果你身材不好面貌不佳 不妨告訴自己 在身材和面貌之外 我還有很多精神文化氣質 這些都是可以不斷地提高的 身材不可以提高 但是靈魂可以提高 你不可以太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 更何況別人的看法 會隨著你的進步而發生改變的 一個人只要內心有所見守 抬頭或者低頭 只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外在形式 抬頭的時候就見到雲 低頭的時候就見到路 抬頭擰靜 自然相容 這個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抬頭擰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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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頭